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宇川食堂的张家洋老板来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 谢谢 谢谢 那张老板这边想请问一下你当初创业的喜新斗念是什么呢 最初是承接家业 对刚好我在台中工作 然后爸爸要去当里长 所以就是因缘际会 我们就随着这个缘分就回到金门这块土地 所以你从台中然后返回乡创业 是是是 对回乡然后承接家业这样子 那爸爸有没有很高兴 应该是高兴 对应该是高兴 因为他当里长了他高兴 然后又有人接他的摊子也高兴这样 对啊因为现在很多第二代都是会重回家业 对对对 对因为父母辛苦一辈子 对对 那这边的话你的宇川食堂这边的品牌名称的话 你要不要特别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最早期最早期啊 叫做养家小吃 对那我觉得养家应该是 就是我们姓杨 那个养家小吃 然后后来我觉得我的根是宇川 就是爸爸的名字 那我们就叫宇川食堂 那宇川对我的经营上的 这个字衣上的意义就是来自于说 每个顾客都是雨滴最后会 就是汇集成川 对那我们用感恩的心去付出 然后去实践小吃 来自于每个人的日常 然后用心的去款待每个人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要让人家觉得就是一个温暖 然后吃了之后感觉心里慢慢的感动 对对 尤其是在金门的那种地方 对对 那这边的话 因为你主要的产品特色 就是餐点的特色 像你们有两个主要必推的 应该是说三个 对有高粱肉燥饭 一条跟鸡汤跟干贝辣酱 对那高粱肉燥饭是用 高粱米然后培炒过后把它磨成粉 加到我们炒制的肉燥里面 那原因是来自于说 好像现在都在讲 产地的特色 产地的文化 产地的味道 那我觉得 把高粱这个在地特色的食材 加到我炒制的肉燥里面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我想要借由小吃这个载体 将近门的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 这样子 所以我的目标是世界 然后还有一条跟的鸡汤 那就是早期打仗的时候 那个铁打损伤 一条跟很有效 对它是有活血的作用 那我希望就是说 在大家吃平常的东西 边吃边补这样子 对 那干杯辣酱 干杯辣酱 我们也即将 是我们招牌的辣椒酱 那也即将我们要在明年 可能会销到日本去 对对对 想要用三针海味 这个方向来去 将技术转移到代工厂 然后找日本代理 然后把它卖到日本去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样你们的东西的话 就到日本那边显现出来 然后之后有可能再到世界各地 像你讲的 你希望再传递到世界各地 是是 我觉得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市场 吃中式料理的人也是蛮多的 对很多地方都有华人街 有华人居住的地方 对那我觉得说 小吃是无可限量的啦 所以虽然比起 比起Find Dining 它有很多迷人的指标 有很高尚的意识 但是我觉得日常也是很美好的 对啊 对对对 听起来就感觉很好 对 那这边的话 你的餐饮主要的服务项目 像你就是有栽配 还是冷冻的一些服务吗 有 我们除了有店面营运之外 也有提供栽配的服务 对对对 那栽配的服务的项目 主要有哪些产品 有冷冻的高粱肉燥 冷冻包 然后也有那个常温的辣椒酱 对 我们的干贝辣拌面也有出冷冻包 不过我们现在一直在优化我们的产品 那希望就是说透过供应链的整合 将价格让大家能够接受 或者说在运费上面 可不可以再更贴心一点这样子 对对对 有说到这种服务 对 其实在跟你的经营之后 未来的核心价值也有很大一个关系 对 就是我想要提供给大家就是一个安心舒服的感觉 对 然后不要跟人家计较的太多 对 毕竟我们是服务业 对 那我用这样的理念去传递给 就是给我们的伙伴 全体的人员知道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进来 不是尊荣的感觉 而是一种舒服的感觉 对 然后吃的也是 吃的也是很道地 然后很日常 对 然后好吃 然后很耐吃的东西 很耐吃 很耐吃 对对对 肉燥饭基本上好吃的话每个人都喜欢吃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你这边的话 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有没有什么遇到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印象很深刻 我们从服务在地的居民 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总统来吃饭 好 那总统府在前一天 在前一个月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定位 对 那我爸爸是里长 然后他就也有先接到那个 就是总统府的电话 然后 然后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诈骗集团 直到就是真的有要来 然后就是警察都来勘察现场的时候才知道 真的是总统要来吃饭 这样子 对 很紧张吗 超级紧张 很紧张 对 对 不过也是一个很 很棒的经验 很棒的经验 对 很特别的契机这样子 对 因为相对应该也加分很多 对 当时总统来吃饭之后 带了大网红啊小网红 也跟着要走那个总统的路线 那总统吃什么 我也要点一份这样子 对对对 也带了不少商机 也带了不少商机 然后也造就了现在的自然流量 我觉得 这都是要感谢就是雨川这两个字 对我来说 这样的经营 每个过去都是雨滴最后累积成川 有现在都是来自于过去的累积 对 也没错 因为你这样子经营已经十年了 其实从十年的这个期间 也相对的付出很多 然后累积了不少经验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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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边的话有遇到就是说 什么困难跟挫折吗 你都怎么度过 我觉得做一个精英者 遇到困难是 每天都会遇到困难 因为每天的 即便是一样的事情 但是对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时间点 那它产生的化学效应都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是很巨大 有时候很小 那我觉得都是透过自己一定会遇到 那经历过的就是成长 就是经验 那就是我也是成了过去的挫折 失败或者任何的低潮 然后才有现在 我觉得遇到挫折是难免的 一定都会遇到挫折 那就是你要怎么跨过去 这个在听的老板也会 其实他们的日常都会遇到很多trouble 或者很多不同的低潮心境上 合伙人或者夫妻或者员工 对 我觉得都是跟人有关系 所以精英者跟人的相处上 跟人的互动上 我觉得要更圆融 对 因为我觉得情绪 情绪会影响长期的利益 对 对员工也是 我对员工 我看他做事情做成这样我不开心 我标他一句他就离职了 那如果 如果我看客人不开心 他好像很贪得无厌 很贪心 那我 就是情绪不好的对待他 那我跟他的商业的关系 从此就断绝了 对 所以我觉得情绪 控管 控管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而且也需要跟员工有一些磨合期 是 要达到公事 对对对 这样相处才会事半功倍 对 对对 那这边的话 你的短中长期的规划 就是你现在目前已经有两间店 也打算筹备第三间店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在接手 这个宇川食堂 这间小吃店 一开始是想要做一间很酷的店 但是随着历练 然后看到的眼界也越来越广 世界越来越大 那我就想想说 嗯 我 感觉我可以再为大家再多努力一点 因为 当你有了员工 你的公司就必须要成长 那 那是不可逆的 因为当你不成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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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的 就是说 他的理想大过于自己的公司的情况之下 他势必就会离开你的公司 嗯 对 你没办法满足他 所以呃 公司的成长是必须的 嗯 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接下来会筹备 呃 呃 在年底会开到第三间的门店 嗯 对 然后也规划说 我们在五年内会开到 呃15家的门店 嗯 对 呃 不管结果怎么样 呃 呃 我们要达到目的就是 我们要服务 呃更多的伙伴 嗯 对对对 我们要满足 就是现在 呃在我这边工作的 每个人这样子 嗯 对对对 不管是朝 呃你的电商做的越来越大 还是说你的门 门店扩的越来越多间 那 终究 还是回归到就是 这个这样的本质 对对对 我们 呃我觉得 嗯 现在世代就是 分享经济 除了有什么Uber平台 那我觉得 现在的公司 是不是也是 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经营 嗯 就是我的事业 我要把我的责任 我的工作 跟我的压力 去分享给每个人 然后 他们也有 也得到了 这样的 呃 就是说责任 然后也得到 那样子的 呃薪水 嗯 这样子 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 那你打算15间店 你在五年内 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来就是 是用招商 还是加盟 还是指引 还是你自己另外有一个 企划跟方向 嗯 应该会以内部创业为主 内部创业 是是 那如果说 以金门 是一个基地 总部或者一个 呃学校来说 那 他来这边 我们可以 用多少的时间 训练成 他是一个 呃 合格可以独立的 一个经营者 然后他就可以到他的家乡去 创业这样子 那我们会资助他创业 那到时候看 彼此的股份 怎么样去合 那怎么分 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所以询问的话 等于就是他们入你们公司 然后你们协助他开店 变职营的门市 是 的一个方向 是 然后必须到你们的总部来受讯 是 哦 对 这样也是不错 因为品质都能做一个保证 是 对这相对也是差很多 对 那这边的话 如果说有业者想要跟你做同样的 你会给予他什么一个建议跟鼓励 嗯 我会觉得说 哎经营者要很重视自己的财务 对 我觉得大部分的经营者都是感性的 因为他们可能有技术啊 或者他们很会做他们的业务 嗯 他们大部分是感性的 那 我觉得大部分的经营者也会比较少去看到财务 因为财务就是 蛮理性的 你的公司经营的怎么样 你的财务就会 给你看到什么样 什么的样子 对 对 所以 就是说 嗯 在财务上 我们就是要特别去注意 从透过财务 来去经营公司 你的公司才有机会去成长 对 对对对 应该是所谓讲的周转金 对 周转金或者说你的收益 嗯 收益够不够 哎你你你 营业额多少钱 进来的 但是 你的产品结构或者说你的商业模式没有 没有做好一个框架 嗯 导致你用掉很多能力 或者你用掉过多的食材 分给太多的食材 导致你没有赚钱 导致你没办法规模化 对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去考虑的 对 因为做餐饮的考虑的东西 是很很小细节也都要串进去 对 不然的话你要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可能价格压低 这边物价上高 对 然后这样子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平衡点 对 所以我觉得经营者就是要从感性出发 但是理性到达 对 就是 我觉得老板的 赚钱是老板的责任 对 然后分享是老板的使命 对 对 这听起来好辛苦 没有啦 没有 就是说 对 老板是辛苦的 真的是 是没错的 对 因为你要打理一家店 对 其实从无到有 对 对 已经过了十年都已经有人 然后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对 对 这是相对的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金门你们开的店面的一个位置吗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开在算是市中心 市中心 对 就是金门相对热闹的地方 对 我们在总兵署的附近 总兵署就是以前的县政府 清朝时期的县政府 然后我们就开在那个菊光路 就是以前的大马路 弹客车都会经过的地方 对 对 开在这种老街 大家有去金门的话 一定大家用Google搜寻 也都可以看到你们的 是知名的餐饮品牌 蛮有韵味的 对 因为这名字听起来就 非常的 好像蛮疗愈的感觉 武川食堂 是 对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 武川食堂的詹佳洋老板 来接受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 感谢 谢谢